小朋友们,你们好,欢迎来到卢老师的语文课堂,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新的课文,那么请小朋友们打开书,看看我们今天学什么呢? 哦,今天的课文有三个字的标题,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都是一样的,中间这个怎么读呢? 哦,我们读作选,比如说妈妈带我上街去买冰棍,有很多种口味的,你要选哪一个呢? 好,我们看今天的标题是我选我,那么既然是选,怎么会选到我自己呢? 好,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课文,首先听小朋友们读一读,认一认看看。 哦,小朋友说,老师,这么长的句子,我可不会说,那就请你先听我读吧。 李小青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,前几天他转到别的学校上学了。 今天开班会,林老师,让大家补选一名劳动委员,选谁呢? 教室里静悄悄的,大家都在想,突然王宁站起来,说,我选我。 大家都愣住了,林老师亲切地说,王宁,说说吧,你为什么选你自己? 王宁说,我和李小青是好朋友,他爱劳动,爱集体,我也要像他一样热爱劳动,关心集体。 王宁的话刚说完,教室里响起一片掌声。 好,这个啊,是一个小故事。 那么,老师的故事讲完了,你听懂了吗? 嗯,有些小朋友说,有些字啊,我还不太认识,此组呢,我也不太会说,没关系。 接下来,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。 好,我们来看一看黑板上的这几个字,怎么说,怎么读。 嗯,先看第一个字,啊,有点难。 那,老师先把拼音告诉给大家,大家自己来拼一拼。 好,第一个字我们读,尾。 啊,刚刚为什么要选自己呀? 哦,因为班上啊,在选劳动委员。 好,接下来这一个呢? 哦,读作补。 嗯,因为有一位同学转学了,所以要补选一个劳动委员。 好,接下来这个是,嗯,我们上学都要去往教室。 啊,我们爸爸妈妈上班,在办公室。 好,接下来一个是掌。 嗯,给我看看你的手掌。 啊,我们说,小朋友们唱歌,跳舞,表演得好,我们就要鼓掌。 嗯,好,接下来再看下边这一行。 啊,第一个字是,宁。 嗯,这个选自己的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呀? 哦,叫做王宁。 啊,经常我们说很安静,没有一点别的声音。 就说宁静。 嗯,很好。 好,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字的读音啊。 嗯,比较特别。 读作愣。 好,再来一遍。 愣。 好,那么王宁说,我选我的时候,全班都愣住了。 嗯,你看,它是树心旁和心理的活动有关。 嗯,愣住了。 好,接下来我们看,怯。 嗯,我们经常说,老师非常的亲切。 嗯,怯,第四声。 好,最后一个字是,急。 嗯,我们说,李小青热爱集体。 嗯,急就是合拢聚在一起的意思。 好,那么这八个字你都认识了吗? 哦,认识了以后,我们再来看一看,他们是怎么写,或者呢,是怎么组词的。 啊,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组,怎么读的呀? 哦,我们刚刚才学过的,委员。 嗯,这篇课文是要选什么委员? 对了,选劳动委员。 好,接下来我们看,为什么要选劳动委员呢? 哦,因为上一个劳动委员呢,他去别的学校了,所以呢,要补选。 好,再来一遍,补选。 嗯,好,接下来我们看,他们在哪儿补选劳动委员呢? 哦,原来是在班上的教室。 嗯,没有拼音,你会读吗? 哎,对了,读作教室。 好的,接下来我们再看,啊,当老师在教室里说要补选劳动委员的时候,班上,啊,非常的宁静。 嗯,再来一遍,宁静。 啊,静悄悄的,没有一点声音。 好,我们再来看下一个。 哦,这时候啊,王宁站起来了,他说我选我,所以其他的同学们都愣住了。 嗯,愣住。 好,接下来我们再看,虽然小朋友们愣住了,但是老师还是很亲切地问。 嗯,亲切。 好,那接下来我们看,啊,老师问,为什么你选你自己呢? 啊,王宁说,他也要像好朋友李小青一样热爱集体。 好,好,再来一遍,集体。 嗯,你是不是也很爱你的集体呢? 好,接下来我们再看掌声。 嗯,当王宁说,他也要热爱劳动,关心集体的时候,小朋友们都为他鼓起了掌,教室里面响起一片掌声。 嗯,读得很棒。 好,好,接下来我们看,这个故事发生在他们的学校。 嗯,小朋友们背着书包,要去的地方就是学校。 嗯,读得很好。 好,接下来我们看,学校里面有不同的班,叫做班级。 嗯,嗯,再来一遍,班级。 好的,接下来我们再看,想生。 嗯,当王宁说,我选我的时候,小朋友们愣住了,没有一点儿想生。 好,接下来我们再看,一样。 嗯,一样表示相同或者相似的。 比如说,王宁他说,我要和我的朋友李小青一样。 嗯,好,接下来我们再看。 哦,这一个字啊,在课文里面说了,是一个小朋友的名字。 它叫做李小青。 嗯,青呢,它是一种颜色。 所以我们可以组词,青色。 嗯,同时呢,还有很多别的颜色。 比如说,白色、红色。 嗯,这个呀,有后鼻音。 所以呢,要用你的鼻子来帮忙。 再来读一遍,青色。 嗯,读得很好。 好,那么,今天的生字、生词,还有课文感知呢,我们就先上到这儿啦。 下节课,你再跟我一起仔细的来学习课文吧。 再见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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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